大家好,歡迎回到小瑜巴的頻道 之前我講了很多關於交稅的題目 今天我想分享一個新的話題 就是關於一些自閉症小朋友 在英國學校面對被停學的問題 如果你是自閉症小朋友的家長父母 這條片會令你了解到更多自閉症小朋友 在學校遇到實際的情況 因為網上也有關於英國教育的正面資訊 大讚英國的教育制度如何好 對自閉症的學生也有很多的支援等等 在大家接收這些正面的資訊的同時 我也想分享一些實際的情況 所以我這條影片講的東西 可能對有些人來說會覺得比較負面 但我這樣講不代表我覺得 英國人對自閉症的小朋友不好 比我再選擇過 其實我都一樣會帶我兒子過來英國 不過如果現在大家還在香港準備帶 傳的小朋友來英國 了解多一點就可以有個好一點的心理準備 因為有時如果我們期望過高 到最後發覺不似預期的時候就會失望 今天我主要想分享 傳學生給學校停課的問題 講之前都簡單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朋友情況 我兒子現在九歲 讀年四 他很小的時候 在香港已經是被確診為有自閉症傾向 他自力正常 甚至乎是在某些領域 是明顯比童年的小朋友厲害 是坊間所說的高功能自閉 或者是阿士堡家 不過現在新的DSM version 5 就沒有了阿士堡家 所以都是叫做自閉症抱系 至於是不是支優呢 就不知道 亦都沒有插過了 不過他在社交方面 和處理情緒方面 就真的很需要幫助 有時當他有些負面的情緒 自己又處理不到的時候 他就會撞倒 撞倒的時候 有時會扔東西 如果你再刺激他 甚至乎會打人 不過他只是當時控制不到自己 並不是全心去打人 去攻擊人 或者想傷害人 反而他對自己有這樣的行為 這件事一直都令到他很不開心 因為其實他是一個很溫柔的小朋友 英國和香港一樣都是推行融合教育 英國有他們傳的Code of Practice 指名Counsel 學校 Local authorities 等等 要怎樣去支援 傳的 很多傳的學生 其實都是在主流學校去就讀 但對於一些有行為問題的學生 尤其是一些會動手動腳的小朋友 有部分的學校會有很大反應 當然我不是想一觸高就打一船人 但實際上聽回來不少家長的Case 都有不少這樣的情況 當小朋友一開始有行為問題的時候 初初學校就會不讓小朋友入班房 就會在走廊設置椅子 桌子 將他們交給教育教育 不過其實在英國做教育教育 是沒有需要什麼特定的Qualifications 每間學校怎樣去請這些TA 都有他們自己的要求 所以其實TA的教學能力是比較參差 如果要找到一個受過針對支援 傳小朋友的TA 就更加是少之有少 只是這一點 對於傳學生所受到的教育質素 就已經很大影響 不過在英國的小學 普遍來說 他們都不太緊張學生的成績 至少在小學是 所以他們都不太在意 而這些學生 很多時候都上不到其他課 所以他們主要都是教他們英文 數學 這兩個他們認為的主科 其他可能就會沒得上 如果當這些學生有再進一步的行為問題的時候 例如發脾氣 或者罵人 扔東西 甚至乎打人的情況 學校就會以安全理由 可能會要求他們停學 通常都不會一開始就會叫他們停學 最初就會跟你說 你的小朋友太多壓力 在學校那麼長時間 就太多壓力 不太適合他 他應該要多些時間休息 所以他們就會為他制定一個 Reduce Timetable 或者叫Part-time Timetable 再好聽一點說 就是叫做Modified Timetable 好像是特意為你小朋友 量身訂造的一個Timetable 實際上 可能學校就是不想小朋友 留在學校 讓他們減少他們 要處理這些學生 學校通常都會避免 用Exclusion這個字 因為學校 是不可以因為學校本身 自己沒有能力或者沒有資源 去支援傳送小朋友 而去Exclude Send的小朋友 或者其他小朋友都是 不只是傳送 因為這樣做是犯法的 而每次學校去Exclude一個學生 其實他們的校長都要出封信 去寫明Exclude那位學生的原因 以及Exclude他多久 而且還要上報Local Authority Local Authority 會問他們 當然他要出封信 原因他一定不會說是學校的問題 當然是說你小朋友有問題 也不會提是學校沒有能力去支援他 那方面的事情 其實這種做法是可圈可點的 因為Equality Act 2010 指明學校 是不可以因為學生的disability 去歧視他們 對於一些disabled的children 學校是有責任對Exclusion的準則 作出合理的調整 所以通常學校都會用Reduce Timetable 避過了Exclusion的限制 但其實嚴格來說 就算是行一個Reduce Timetable 學校其實都是要先得到家長同意 不過有些學校當然他不會主動說給家長聽 家長自己也未必會知道 所以也不會主動拒絕他 甚至乎有些情況根本就不知道 學校原來是不想他的小朋友上學 另外其實在Exclusion的頭五日 家長是有責任在一般上學的時間 確保小朋友是留在家裡的 如果一個是Under Exclusion的學生 是被發現他出了街 去了Public Area 而又沒有一個合理解釋的 其實家長是有機會被檢控的 至於對於Send的學生來講 其實被學校Exclude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無論大人怎樣包裝到為他好 想他多些休息等等 其實他自己都有路去想 他都知道或者他會覺得 他是被學校放棄了他 其實他們有行為的問題 正正就是他們最需要幫助的地方 但是學校如果用不同的藉口 要他們離開學校 我覺得就是在他們傷口上灑鹽 亦都是違反了教育的精神 如果情況沒有改善 其實我想大家都可能會想到 Send的學生 其實是不會因為被學校Exclude 而改善了他的行為問題 因為如果你可以靠罰他 而令到他改善到他行為的問題 那些是一些頑固的學生 他是頑固 因為你罰他他怕 所以他就做好 其實他是有能力做好的 但如果是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其實他本身就是缺乏那種的能力 所以其實你罰他或者Exclude他 都是沒用的 可想而知其實 其實遇到的情況只會愈來愈差 之後每當小朋友再有些類似的行為問題發生 那個Exclusion的時間就會愈來愈長 由初時的Fixed Term Exclusion 例如可能只是Call你 叫你接走小朋友回家 這些都是半天 到變成Exclude他一天兩天 甚至乎一兩個星期 最後可能就索性去到出一個 Permanent Exclusion 叫你直接不用上學了 不過對Send的學生 通常都未必會走到Permanent Exclusion 這一步 因為學校這樣做 他都會怕你向Local Authority 投訴他們歧視 所以都是用那個絕招 就是用那個Reduce Timetable 而這個Timetable 就會安排到學生回一個很短的時間 例如每日只是回半個小時 通常走到這一步 家長自己都會衡量到這個安排 對小朋友有很大影響 大部份家長都會去找另一條路 轉校就不會再跟學校糾纏下去 因為始終拖得越久 對自己的小朋友傷害就越大 不過也會有些家長覺得 學校這樣的做法是不對 不公平 就會找律師去幫忙 去爭取到底 爭取他們的權益 有一件事英國和香港是很不同的 這裡的學校 包括政府學校 它是可以踢你走 踢你出校的 之後呢 其實是你自己再找回 Local Authority 叫他派另一間學校給你 因為派位不是學校的責任 提供一個學額給你 是Local Authority的責任 所以如果學校是 除了一個小朋友 以英國人做事的速度 你去再找Local Authority幫忙 大家可想而知 中間會浪費了多少時間 對小朋友和家長 都是有很大的心理壓力和傷害 很自然家長就會想 究竟我帶小朋友過來英國 是否害了他呢 千萬不要小看這個壓力 這個壓力是可以令到你個人很低 甚至乎變成有抑鬱 有抑鬱 小朋友呢 亦都會覺得自己呢 是否自己做得不好呢 是否我的問題呢 沒有人喜歡他了 他的自信心呢 是大大罰低了 對他很大傷害 家長呢 自己也會內疚 會擔心 甚至乎會憤怒 很生氣 絕望等等 再加上 如果你兩夫妻都要上班 學校不知何時 又會打來 叫你接走你的兒子 跟著叫他停學幾天 你又要自己去看著他 會很影響到你的工作 其實真是人都瘋 所以這件事 很容易會影響到你整個家庭的情緒 講到這裏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我所講的學校處理方法 是英國人歧視香港人的一種行為 其實很多地方的Sand 學生 都受到同樣的對待 在一些英國地方的Sand 家長 group 其實都見到他們都有很多小朋友 是在走這些reduce timetable 所以我不覺得 是跟我們是甚麼種族有關的 英國人做事就很講制度 制度可以寫得很美很完美 包裝得很美 但實際上是否執行到呢 又是另一回事 事實上我個人體會 我覺得普遍英國人 都是對Sand 對Autism 的接納程度 是高過香港的 在香港很多時候Sand 的小朋友 在公眾場所、公園 出現一些行為問題的時候 很多時自然周圍會突然有一大批 自以為育兒專家的路人 夾月頂兵 就會指指點點 說個小朋友弱 說個家長不懂教就不要生 我太太其實在香港都聽不少 瘦不少這些 但在英國真的很不同 大部份人見到小朋友發脾氣 他們都會給多些空間 小朋友去冷靜 而不會進一步去刺激他 批評他、說他 甚至乎更加很少會說個家長 當然這個也是普遍的例子 在不同的Sand Group 我亦都曾經見過 有些Sand 的小朋友 做了一些其他人 覺得奇怪的行為 而被人去不接納 當然亦都有的 不過普遍來說 我自己覺得 大部份人都是對Sand 的小朋友 比較接納 比較有耐性 但無可奈何 英國的教育資源 始終是有限的 學校沒有足夠的資源 去幫Sand 小朋友 學生也是一個事實 就以HCP 計劃為例 一般申請過程 至少都要半年以上 還未算學校 其實它 Local Authority 要求他們 至少觀察學生 兩個Term 之後有證據 才可以開始申請 有些家長等了一年 都未有最終版本 還未算過 EHCP Panel 可能不批你的申請 你又要再上訴呢 同樣地 NHS 亦都是極度缺人 等著NHS 做ASD Assessment 等了兩三年的人 是大有人在的 最後我都分享下 我兒子的情況 看看可不可以 給大家一些正能量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的小朋友 都算是比較幸運 在這裏 雖然學校 都要他翻個 Reduce Timetable 但其實學校 看得出 真的有付出去幫助他 再加上 他學校的SAN Call 和教我的兒子的TA 本身他們自己都是有SAN的子女 所以他們是很明白 很包容 和很疼我的兒子 就算在沒有EHCP Funding 的情況下 其實他們都用了很多的心機 做了很多的事情 試了不同的方法 去幫我兒子 那SAN Call 更加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是幫我兒子在第二年 就已經申請到EHCP 和有Special Placement 的資助 以我所知 這個是很難得 算是很快 基本上一申請 我們就已經有 不過雖然已經有 EHCP Plan 和Special Placement 的 Funding 但暫時 都未有Special School 可以收到它 但至少 來近9月 我兒子就可以開始 去一些中轉學校讀 雖然那裏不是針對SAN的學校 但他們都有受過支援SAN 學生訓練的老師 在一個很少班 可能兩三個小朋友 的一班的環境之下 去讓我兒子上課 去教他 所以都算是見到一線曙光 那回頭 看看EHCP 申請的過程 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 學校要他 行這個Reduce Timetable 亦都除了他幾次 這件事其實對Panel PiEHCP Plan 我自己覺得 是有少少幫助的 因為至少學校證明了他 我兒子在學校裏面 是有真正遇到的困難 和很需要幫助 而學校亦都顯示到給Panel 他們已經做了很多事 嘗試去幫他 但是都是微如理想 所以你說 Reduce Timetable 是幫了他 還是害了他 有時候我覺得 又真的很難說 值得慶幸的是 雖然學校到最後 我想他們都是想我兒子離開的 因為他們盡力都支持不到 但是同時間他們 亦都很努力地幫我兒子 爭取到EHCP 讓他可以離開了學校 其實是可以去一個更加適合他的環境去上學 而不是就這樣踢走他就算了 其實想回當時 走Reduce Timetable 老師見到我兒子 開始穩定的時候 他們都有主動一步一步地 加長那個Timetable 所以他不是說真的 Reduce了他就任由他 他見到我兒子的情況改善 其實他們都願意一直加回他的時間 所以其實看得出學校 真正是有心幫他 所以我都很感激這間學校的幫忙 其實都聽過有不少個個案 是一些小朋友 在某一間學校經常melt down 又Reduce Timetable 又被人exclude 但是轉了去另一間學校 還未必一定是轉到Special School 可能去第二間Mainstream的學校 只要那間學校的老師懂得處理他 學習的環境適合他 這些聲音的小朋友 其實都會變成可以回到全日學 所以說如果那間學校是沒有心幫你 又或者他有心但是他有無能為力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勉強就沒有幸福 轉校也未必是壞事 也是一個轉機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是Send的家長的話 記得不要放棄 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歡迎來Like、Subscribe和Share這個頻道 如果大家想聽我再分享多些關於自閉性學生 在英國遇到的一些問題 他們的經歷 不妨留言告訴我 今天講到這裡 祝大家移民英國 事事順利 下次再見 拜拜